这个看起来很寻常的包裹 没人想到里面会装着巨额现金 她是无数人眼中的救命稻草 却也带给了她们厄运 今天小妹给大家带来一部极具讽刺异味的电影 抓住救命稻草的野兽们 美兰是酒吧里的一个陪酒小姐 她面容较好 是酒吧里备受欢迎的小姐之一 可她的美丽却并没有吸引到丈夫的怜心 因此美兰时常带着商去上班 酒吧老板娘妍妻发现后很是关心她 严夕是个狠角色 有客人对她不敬 严夕就能一个酒瓶砸上去 她很理解美兰的遭遇 就让美兰有事情可以直接来找她帮忙 与此同时 美兰和一个客人的关系十分亲近 客人发现了美兰的伤 想帮她解决丈夫这个麻烦 美兰发现丈夫有50万美元的死亡抚恤金 便决定和客人联手 她把丈夫时常去的酒吧告诉了客人 客人在酒吧外等候多时 看到一个身形相似的人就开车撞了上去 把人埋在山上后 就给美兰打电话 可美兰想要的是意外死亡 现在丈夫的情况只能上报失踪 需要再等五年才能拿到抚恤金 就在美兰为此烦躁的时候 丈夫竟然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原来客人撞错了人 并且因此神情恍惚 想去自首 美兰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 就带着客人去山上祭拜 结果并没有什么用 还和客人发生了争吵 眼看客人已经要去自首了 美兰心下一横 开车撞向了客人 杀人后 美兰有些不知所措 正好颜希打电话来 她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颜希 没过多久 颜希去车赶到 帮美兰把客人的车 拿去废车场处理掉 随后颜希带着美兰去泡澡放松 还帮她尾上了和自己一样的鲨鱼刺青 颜希告诉美兰 韩国的事故失检率只有4% 所以大部分身体都不会检查 而美兰也在颜希的帮助下 对丈夫下手 伪装成意外 顺利躲过警察的盘问 并且快速把丈夫的尸体火化 没过多久 美兰就拿到了50万美元的抚恤金 为了感谢颜希的帮助 她拿了一部分钱来到颜希家里 两人喝了点酒庆祝 可美兰喝完后就不省人事了 再次醒来时 美兰已经在颜希的掌控之中 颜希想要的可不仅仅是一点感谢 她更想独占所有 杀了美兰后 颜希和她互换了身份 来找自己的前男友 前男友泰英是港务局长 之前颜希贷款后失踪 导致她现在背负着巨额债务 差点被放贷的朴社长砍了一只手 最后泰英又说服了朴社长 多给她一周的时间筹钱 正好有一个老同学拜托泰英 找一条偷偷出国的路 泰英可以借职位之便帮忙 也能从老同学手中得到还钱的机会 没想到的是老同学被警察追捕 而警察顺着线索找到了泰英 并且一直黏着泰英做调查 颜希来找泰英后 拜托她帮自己出国 结果警察也来到了泰英家里 三人尴尬的喝酒聊天 警察告诉泰英 警方找到了一具女尸 尸体上有一个鲨鱼纹身 泰英是见过颜希纹身的 猜出颜希可能是凶手 也就知道为什么颜希要让她帮忙出国 而且既然是逃命 颜希身上一定带着钱 泰英找机会溜出门叫人 想把颜希的钱拿走 可没想到在家里的颜希 竟然把警察给杀了 颜希说 刚才警察摸了颜希的大腿 她担心自己的纹身被发现 所以杀人密口 这下泰英有些慌了 她的房里有警察被杀 那她肯定脱不了干系 泰英只好砸晕了颜希 通过颜希的车钥匙 拿走她车里的钱袋 现金在手 泰英自己逃了 而朴社长来到泰英家追债 正好发现晕倒的颜希 颜希醒来后 连忙给泰英打电话 泰英还不知道朴社长 就在颜希身边 得意地承认自己 拿走钱的事情 这下朴社长又转移了目标 而泰英拿着钱 先来到了桑拿房 她发现桑拿房没有卖烟 只好把钱袋 先放进储物箱 自己到外面买烟 正好遇见了朴社长一行人 眼镜对方已经拿出了刀 泰英惊慌失措地逃跑 却不小心被一辆货车碾过 这一下没有人知道 钱被泰英放在了哪里 另一边桑拿房的员工 钟万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钱袋 这笔巨款 让生活窘迫的钟万十分心动 但在道德和良知的虚实下 钟万还是把钱袋 按顾客仪式物处理 放进了储藏室里 结果钟万总是会梦到 自己偷偷拿走了钱袋 这无疑给他多了一冲折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桑拿房的经理 因为钟万两次迟到 而决定开除他 钟万一怒之下 回到桑拿房 借收拾东西为由 拿走了钱袋 回去的路上 还遇到了经理 经理猜测 钟万偷了东西 想要检查可疑的袋子 钟万却怒气冲冲地说 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员工 若是经理不放客气点 他就去投诉 经理似是被钟万唬住 不敢再说什么 钟万有一个在机场工作的前妻 哪怕离婚了 也还会去照顾钟万性格暴力的母亲 甚至因此被钟万母亲 推下楼受伤 钟万想把自己拿到 不一之财的事情告诉他 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经理便把钟万约了出来 结果和钟万碰面的 不仅仅是经理 还有严熙和朴社长 朴社长假冒警察追踪钱袋 严熙拿出了钱袋的照片 经理指控 那就是钟万 从桑拿房拿走的袋子 可钟万却说 这是前妻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严熙和朴社长没有再追问 而是偷偷跟着钟万来到了他家里 正好看到钟万拿出了钱袋 钟万也无理再否认了 只能任由严熙拿走钱袋 可他已经拿了一些钱 给女儿交学费 严熙看到地上的刀具 不想接外生枝 只好不再追究 没想到钟万母亲在此时 正好走进房间 发现了朴社长的纹身 猜到了他不是警察 混乱中 朴社长咋晕了钟万母子 刚以为解决了麻烦 朴社长就觉得背后一痛 原来是严熙拿起了地上的刀具 严熙始终都想要独占这些钱 他在钟万家放了一把火 悄悄离开 来到了机场 打算抓紧时间逃走 不过距离登机还有半个小时 严熙就把钱袋 先放进了机场储物箱 然后去了趟卫生间 而朴社长的手下发现了异常 他猜出是严熙动手 便也来到机场 在卫生间找到严熙 严熙还来不及解释 就被朴社长的手下解决了 另一边钟万及时醒了过来 把母亲背出了着火的房间 很快火焰遍布整个屋子 为了一丝贪念 失去所有 钟万后悔不已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钟万前妻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 发现了一把储物箱的钥匙 打开储物箱 钱袋再次出现 没有多做犹豫 前妻拿起钱袋 离开了机场 人的贪念是无止境的 一旦被贪婪的心思掌控 那不管往后做了再多 都将无法补救 这一带沉甸甸的东西 是多少人的救命稻草 可他们在拯救自己的时候 却显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哪是需要什么救命稻草 他们只是想要更多 想要更好罢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 你也做不愚心 我应该在拯救 我应该在拯救 或者拯救 那是不是 疫症